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是一位热爱看领航员比赛的球迷 相信你对这种无限手递手的打法不陌生吧 在领航员的比赛中,我们经常看到他们跑这种循环的打法 如果你想知道这种打法叫什么战术 以及它在比赛中如何发挥作用 那么,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这种打法叫做Continuity Ball Screen Offense 它是一种无外不振的动态motion进攻 用来破解人盯人防守 不同于设定进攻setplay的做机会给特定球员 在这种动态进攻中,5名球员都参与其中 只要阅读到错位或空位的机会 任何球员都可攻击篮框 让我们先看看这套战术的基础跑位 1号传球后,可以选择下挡或后门空切到对侧底角 接下来,2号和4号在一区执行挡拆 这里请大家注意底角是空无一人,即MP Corner的 这样底角就不会有任何协防干扰下滑或突破 MP Corner一区挡拆是这种打法的特征 如果2号和4号打不成 可以转换边再重复同样的跑位 这也是Continuit的含义 现在,我们一起透过实际粒子深入了解吧 当陈玉瑞空切到对侧底角时 工程师防守出现错乱 他就直接开后门 好球啊 哇特别是,现在这功能是准得有点夸张 对,6成1的三分球命中率 卢俊翔绕过掩护,突破上篮 卢俊翔 卢俊翔 因为对方的三名本土球员,每个都比你高哦 直接传球,也OK 哇 哇 还包括曾博玉在内,三个都是空位 开赛两边,感觉还没有找到比较好的进攻方法 没错 英底角是NP Corner的缘故 接底线也是不错的选择 小白,老郭帅光擦板得分 白耀晨开赛,连拿四分 因为他如果在顶点的位置 会比较让对手会形成一个放投的一个状况 卢俊翔,引甲过去,来拉杆上篮得分 蓝光琴的后卫 对,比较没有说组织跟队友之间打一些配合 对 好,这个也就是林光伦教练刚前面所讲的 现在李家康 让过眼后之后给挖拳一个中距离 Often Road 那现在克拉,用克拉的Pick and Road 呃这个 林安苑策略就是不让你去使用这样的坎拆哦 而是一直往上推的方式 某朗的三分线 哇,终于近了 就是這樣的出手 我覺得都不會斷太硬銅 有學民討論 他是越打越想拿木啊 不只進攻半個箱 可能那邊情緒有點像啊 剛才高谷豪打起來的氣勢 現在反而感覺又被林昊學壓了過去 那個球應該要到谷豪那邊多一些哦 你看整個一個進攻的節奏上面 哇 這個4號位 三個人說法還是得分啊 對 感覺下來弟弟好像有點累哦 而且這段時間粉圖比較沒有參與得分的 跟上半場每一個都能命中三分 感覺好像是另外一次球隊哦 又是俊翔拿球 這次切轉到打槓下的助攻 我外圍就噴了4顆的三分球 又有來地下的切入 三天都不可以小白 這一個配合 往外交 一個吃三分的空檔出手 機會哦 俊翔 直接過底線 往中間交挖水 這邊打了一個2加1 總結來說 林昊源這種謀盛打法 要求每位球員都能夠不斷閱讀防守 在動態過程中利用對方的防守漏洞 為球隊贏得優勢